请你走 您没有条件 您曾经在东京诗关学校 担任过教长吗 我听说 你也曾就读于那个学校 是的 将军 你见过我 我入校时 将军已经高升 所以我无缘 亲耳聆听将军的教导 实在是遗憾 据我所知 你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很优异 当年 毕业是排名第几名 报告将军 昭和八年 是第三名 好 说你还能干点啥 让你弄个地图 你也弄不来 队长不怨我 那我们去晚了 老程把人胳膊都弄断了 那地图真让人抢走了 你给接上了 那 那啥 看见汉奸我就来气 劲儿实大了点 这任务 马处长还给个别人吗 没有 马处长已经查过了 不是咱们的人 可能是军统的人 军统 想跟咱们抢工啊 没事 不管是谁 只要能把林牧杀了 都是好杀 你 你想想 他们抢了地图 肯定去山庄里刺杀了 咱这叫什么 咱这叫半路结活啊 对 结活 来了来了来了 准备啊 看见那辆黑车了吗 一会儿只要低了一仗 全部的火力都给他招呼上了 咱得把林牧从车里逼上来 出来以后 就是拿穴道好了 所有的速度要快 等日本人反应过来 咱就麻烦了 放心吧 一准炸出这个老王八蛋 老薛藏哪儿了 找找看 咱俩人能找着 老薛就不叫薛吉手了 这也没输啊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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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 25 停车 安美 怎么了 警官 这里地形复杂 我让他们好好地搜索一下 安全了 我们再前进 よし 厕所 怎么了 你派人到前面搜查一下 路上 山上 都要搜查 尤其小心地雷 是 空穴 水 海馬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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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番狗儿的真够几岁的啊 都是子母北 一把就爆 你们俩 上去看看 来 来 吃点吃点 你看 有一会儿滚脏 把老薛的摸过去了 咋着呢 别急 先看看再说 老薛在藏那儿了 来 来 队长 咱们打来不及了 准备 小啊 二位 快饭 二位 快饭 最后 吃了 好 简直到 小心 怎么回事 炸了 炸了 谁买的地雷 不是我们 可能是八路吧 怎么回事 鬼子要撤了 冲 沙陵墨 报国家 走 走走走 这边黑人是谁 谁呀在这 冲统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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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 敌人来势凶猫 先带凌木将军 后撤吧 不行 我相信 武功队一定就在附近 也许他们就在等待这个机会 凌木将军不能露面 只要将军一露面 就成了薛定天的伙伴子 给我顶住 是 你还说咱截人家糊 咱让人家给截糊了吧 你看 咱要等他 人下苦不了那么多了 等等等等 咱现在不是没帮路吗 咱当第二体队 今天的任务就是陵墓 其他人甭管 队长 这军统行不行啊 不行咱上吧 老乘 你别急 这一定是军统最精锐的初舰队 各个都是精锐血缘的好手 将军 您放心 我去看看 队长 安门下来了 来 这老薛咋不开枪呢 老薛这位置只能开一枪 这一枪只能六个零幕 怎么样白本 我先撤吧 将军不必担心 后面那辆车就是我的预备队 足以抵挡冲上来的敌人 如果将军现在下车 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靠近了 靠近了 这事有活儿 没那么容易 你看看后面那辆卡车 到现在都打成这样 一个鬼子都没露头 这里面肯定用毛孽 这狗热的版本 夺利后手 军头得吃大鬼啊 别用了 银幕就在那条车上 杀 什么事 一会儿你就给我盯死了那辆卡车 只要有鬼子往外冒头 你就拿你那个机枪给我吐吐 只要咱把版本的后手给它烧了 他慌了神了 这铃幕已经该出来了 到时候就跟老薛他了 警察们 警察用火力 弯掉那个机枪 上 队长 快上 黑风风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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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要是咱不行 就先救人吧 王梁 别忘了这次热物 没事 咱们还有老薛呢嘛 有他盯着领悟呢 应该错不了 都听着 咱们现在的优势 就是没暴露 一会儿再下去 悄悄地从侧面包抄他们 别练战 打得就跑 好嘞 你什么也别管 给我去弄辆车来 好嘞 走 我就知道 飞风特工组 一定会暗中保护 其实 这是将军安排的吧 没错 杀了这些刺客 也就安全了 不 将军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武功队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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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包围武功队 别让他们跑了 快 走 快 快 快 走 别追了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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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 前面 好 走 狐狸 快点开 已经最快了 走 为什么不追 当心武功队调虎离山 保护将军要紧 将军呢 在车里 很安全 兄弟 站住啊 坚持住兄弟 啊 武功队 准备 我眼里 这是黄道山庄的地图 这是黄道山庄的地图 兄弟 是你能够我们抢的地图啊 不合不合了 不合了 你说啥 好像是 大叛徒 大叛徒 意思是 要见着我们 就是叛徒了 以后都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客气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狐狸 去黄桃山庄 就把我的警觉 知道 托评 用 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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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核对证件 证券不符的一律原查 是 长官 请出示您的证件 谢谢长官 您可以带一个随从 但是武器请留下 好 怎么样 后面那段门 房子比这段门还延伸 三道电网 鬼子来回巡逻 根本进不去 可是在眼前 只有这一条道了 你把鬼子开会 人数的情况给我看看 都在这儿 再先想办法 干掉他们当中的 一只队伍再说 对 用几十鬼子的衣服 混进去 队长 你给我想一块儿去了 你真聪明 走 我怎么觉得 可是队长的话不像在这儿夸我 队长每天脑子里边想着 俺哪知道 三爷 你知道俺咋吓的吗 你不就吓着打鬼子吗 还是三爷了解我啊 清工组长 您那里情况怎么样 将军的情报 真的是太精准了 军统突击队真的就在他说的那个区域 发动了攻击 而且人数真的就是二十人 不多也不少 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出现 全监了敌人 将军命令你 立即向大本营密报 好 二十具尸体都运回来了吗 只运回了十九具 为什么 武功队突然出现 救走了其中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还有可能活吗 全部被杀 凌木将军安然无恙 已抵达黄道山庄 长官 卑职刚才听清木组长说 黄杨师二十名刺客 二十一名 马上发 是 就是他 Está准备 准备 invisibles 准备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给留火口干啥呀 我留火口 谁回来给咱收尸啊 行了 干活吧 你不用干了 你可以走了 不行 我不同意 我要去杀陵墨 杀什么陵墨 你听我说 第一 你是个女儿 你根本进不去 第二 你得想办法 去帮我打听一下 军统那边的情况 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 这事没人在上来 你让别人去 别人干不了这事 我让别人去怎么去呀 只有你能干 赶紧走吧 王亮 你是不是又想支揍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琢磨这些事呢 你再这么琢磨下去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你害死 走啊 我说你能不能信我一次 好 我去 等我找到线索 就回来 等着我 队长 你说你说话就说话呗 你对人描述 那发生辣伙干啥 你还真实在 队长就想把人支走 那是在演戏呢 谢谢你干你点活吧 现在情况怎么样 大本营已经接收了 我们的回报 指导我军 与全间军统刺杀队二十一人 并回店嘉奖 告诉我们继续做好 林木将军的保卫工作 使会议正常进行 有戏 那敌人那边呢 他们已经 截获了我刚发的电文 不过 请放心 叫他们伤心去吧 我们不单单是 要让他们伤心 继续监听 是 有戏吗 少多 就是这里 敌人出现太突然了 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还击 突然袭击 歼灭战 抢光所有武器弹药 这是武功队一贯的作派 他们的伏技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针对林木将军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连我一共十二人 那这里应该有十一具尸体 可是加上那边呢 只有八具 而且 东乡中左的尸体也不在 坏了 他们一定是要冒充 东乡中左混进去 快回去 加藤 把士兵的尸体都带回去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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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交 才不让你进去 进去以后再想办法吧 先交吧 来 干啥呀 你想啊 我是说万一 万一一会儿打起来 你那个 我这个 千万别冲突啊 好 行 再用 我配合 我配合 嗯 嗯 嗯 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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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我配合 我配合 全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 005、10 2,0 bund frequencies 孙先生 咱咱去哪儿啊 先看看环境 看啥环境 先整装备 蹲蹲 对 先整装备 对啊 別动 你们要什么装备啊 长官 长官 王亮呢 王亮怎么进来啊 正在抓什么 阵亡战士的尸体 快点 我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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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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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那边咋那么稀呢 两地才艺 我再试试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一个刀片 你给飞那儿去了 那咋着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л songs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一干活 他就是我 那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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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 老心 小点声 你干吗 你干吗 别干吗 早抬了 差点鼻子 老许呢 这边 老许 起来 没事啊 没事 能够有效控制会心 一个小时也可以 你 你俩吓死我了 赶紧 找身衣服换来 不是 不是 把那几个人扔下来埋了 赶紧走 将军 时间到了吗 是的 军官们也都到齐了 你最担心的武功队 出现了吗 出现了 他们在路上 伏击了一支来开会的部队 冒充他们混了进来 不过被我识破 已经抓起来了 这么说 就没有任何危险了 不 将军 危险还没有解除 我只抓到他们两个 武功队一定还会继续 不过我会提高警惕 好 你现在就去审问你两个俘虏 还会有新的线索 我正有此意 等会议开始 我就去审问 将军 我们去会议室吧 我们去审问 下班咋大了 估计他们俩已经 半天安点了 先救人 走 起来 赵总 吴雄先生来了 主尉 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最后的决战就在今年之内 我这次来靳东召见大家 共有三个目的 赵总 这就是山庄原来的主人 汉兄 我是冤枉的 是那本人逼着我把那图拿走的 他们这本人我不知道是谁 你看看 把我这两个胳膊都弄断了 敌人抢走罪图之后 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对呀 我不知道黄岛山庄要开秘密会 我只知道那是安慰基地呀 就算是这样 敌人抢地图也是对黄军不利 如果我不是派五熊找到你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地图被抢 太军 我该死 我该死 我是想多一事 不于少一事 我要不是这两个胳膊断了 我自己要抽自己嘴巴子 哪有抽嘴巴那么简单 五熊先生 谢敌头 有了 太军 太军 饶不定啊 饶不定啊 我以后只服从黄军的命令 我再也不敢隐瞒了 再也不敢隐瞒了 太军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个山庄有没有通向外面的密道 有 哪个 你献出山庄这么久 却一直瞒着 我也不想隐瞒 我觉得这个密道 对黄军没多大用处 我就没说啊 密道在哪里 带我们去 是 是 是 太军 奶奶 我们要继续执行三广政策 彻底切断游击队 八路军武功队的后援 凡是对抗日有关的村庄 百姓 一律实行交出战略 派军就在这儿 你说武功队也到你家拿过地图 对 到我家拿过地图 我这胳膊就让他们给弄断的 那密道呢 密道在哪儿 就在这儿莫凡下面 看来武功队最后的希望 就是这条密道 小腾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是 跟我走 武兄先生 我求你赶过来 还有一件事情 我抓了武功队的两个人 希望你能从他们嘴里 掏出点东西出来 承蒙不行 不是承蒙 那可以试试 找菜来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跟你说的一样 版本啊 没工夫搭理我们 这两个人那么容易被抓 有点奇怪 我也刚刚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立刻要去提醒 看看 到底有什么名单 快走 版本来了 他们跑了 一定是王亮 否则这三个哨兵 都可能毫无动静地被杀 原来王亮是用这种方法 运进两个人来 原来王亮是用这种方法 原来王亮是从哪里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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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解满了蜘蛛网 很显然 很久没有人用过了 我已经彻底封死了 教堂 命令外卫部队 向内收缩 快 武雄先生 你在附近收缩 保护小军 快 大家都不要乱 将军 有情况 我带你车 坐下 请不吝点赞